灵异玄环 鬼怪乱谈 带您揭开 未知灵域的 神秘面纱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FM 怪谈百物语 晚上好朋友们 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 是由喜马拉雅电台出品的 怪谈百物语 我是每周五的当班主持 杨派 好多朋友呢 都有我的微博微信 经常能够看到我一弄 就找好些个朋友陪我聊天 特别是我最爱跟老头聊天 怎么呢 这人老是一宝啊 他的人生经历所见所闻 那如果说 能给你稍加点拨 这个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非常的宝贵 那咱们今天晚上呢 我就给大伙讲一个 山海经神兽 必放降火的故事 那有人说 这跟老头什么关系 这事就是一个 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给我讲的 老头今年八十多 那么说对于这个先秦古籍 山海经 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这本书当中记载 说在上古时期 咱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啊 跟现在不一样 那现在是 齐大洲四大阳 那但是在古时候呢 这世界分为四大部洲 分别是 东圣神州 南山部州 犀牛鹤州 以及北巨鹿州 而且来说 不光是地理不一样 当时世界上的动物 跟现在也不一样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买一本 山海经看看 打开看 吓一跳 这都是什么 转机音声 我这都是 都是神兽 你比如说 竹龙帝江 勾尘碧方 反正各式各样 五百多种 全都各有神通 有一首诗 不这么写的吗 叫 福与刘伯山 刘伯扶东海 皇帝得沧愧 为古几千载 朕觉微四方 浑然生风采 地区古生西 沉吟 世难改 意思就是 当年三皇制式 那个皇帝 那把仓魁的皮 给拔下来了 做了个鼓 敲着这个 咚咚咚咚咚 军心大振 把这个池油给打败了 那么说 这仓魁的皮 有什么特别之处 怎么敲着他做的鼓 就能打败池油呢 这个大伙有所不知了 仓魁的皮有特效 什么特效呢 说只要一敲这个鼓 不仅是声音大作 而且来说 天降神雷 指哪屁呢 那玩意你琢磨 谁能干过他呀 那这不是有特效吗 所以说 山海经里 记载的这些个神兽 全都各有神通 那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必方降火的故事 怎么回事呢 大伙看中国传统的神兽当中 龙通常都伴随着水出现 什么三龙治水 五龙治水 水在大点 叫九龙分会 那么凤凤 却都是伴着火来出现 说这凤凤长什么样呢 红色的羽毛 上头燃烧 蓝色的火焰 所以说龙代表水 凤凤代表火 那么这个必方 就是凤凤的原型 山海经里头有这么几个东西 说只要他一现世 准得闹点杂儿 闯点祸儿 都什么呢 有个东西叫薄鱼 长得跟鲶鱼球子似的 但是就一个眼珠子 书中记载 欺音如偶 见则大汉 啥意思呢 这玩意会叫唤 那动静就跟谁吐了似的 他平时反正也不常见 但只要这个东西一现世 那就得闹汉灾呀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东西叫吴之旗 传说这个东西呢 煮水患 当年大雨治水的时候 三探淮河 喂的就是斗这个吴之旗 非常厉害 这东西一来 他就得发大水 还有什么特别多啊 像什么游游 这玩意长得跟憨的憨似的 说这个东西一出现呢 当朝必出坚硬之尘 还有结构 这是一种鸟 他一来就得闹瘟疫 你们看现在这禽流感闹得厉害 我估计就打这来的 反正挺有意思 咱们以后啊 慢慢讲 今天单说这个必方 那么这种神兽预示着什么呢 火灾 故事发生在1937年年底 那不有个民间小调这么唱的吗 1937年呐 鬼子就紧了众元 先打开了卢构桥 侯紧了山海关 说的就是这一年七七事变 日本鬼子全面开启侵华战争 那么在此之前呢 他们也没闲了 那在东北建立了这么一个满洲国 当然现在咱们说不承认他的合法性啊 叫维满洲国 当时这个维满洲国呀 咱们得说日本人对他的建设还挺下本的 怎么呢 因为他认为这地方他已经坐实了 他肯定是自己家的地盘了 所以你们现在看东三省好多地方 都有当年日俱时期留下的建筑 包括到现在 名不见经传的这么一个辽宁小城 丹东 那在当时的东三省 也是数一数二的繁华之所在 过去丹东不叫丹东 叫安东 由于这个地方水路交通发达 在现在丹东市元宝区广济街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大杂事 四门三街五牌楼 不管是什么三教九流 僧文两道 珠子百家 灰汉二教 三百六十行嘛 什么做官的为患的 卑躬的跨建的 推车的单单的 卖煤的卖炭的 卖米的卖面的 卖丛的卖蒜的 卖额没汁的卖锁链 反正是干什么都有 我说的乱 为了衬托的热闹 那么说怎么这么热闹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座大型的戏院 从宣统二年开始 一直到一九三七年 逐渐的扩大规模 最后这戏院的规模有多大呢 八百八十平 这么一个二层的戏院子 楼上楼下 能做好几万人 好几个姓万的人 开个玩笑啊 多了不敢说 能做这么一千来人 那个时候这就了不起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五行八座 市农工商 全都围着他来做买卖 用今天的话来讲 这叫什么 这就叫商业综合体核心CBD 那么这年的年底呢 日本人过年跟咱们不一样 人家过元旦 咱们过春节 所以日版子一看 元旦又到了 啊 常年侵略在外 他也想好好过个年呢 所以就请来了 官里官外 这些个唱戏的名角 打算在这个满洲大戏院 唱上这么几天 给我讲故事 这老爷子当时多大呢 四岁半 他爷爷抱着他 打算进去看戏 头一天顶着风冒着雪 排队买了这么一张票 可是转天要开眼了 老爷子抱着孙子 打算进场的时候 这小孙子却大哭不止 看戏大伙都知道 你现在谁上电影院 抱孩子的哭哭啼啼的 你还都不乐意的 所以老头一看 孙子哭了 把孩子抱起来问他 大孙子你这怎么 你哭什么呀 孩子拿手往屋里头一指说 爷爷爷我不进去 那屋里头的人 都没有脑袋 紧接着哇 他一声是越哭越凶 门口有管事的 那都是跟着日本人有关系 才能干上这活 也横着呢 过来问关门了啊 看不看 看赶紧进去 不看出去 就是这个穷鬼逃票 开戏就锁门 麻烈的啊 看不看 老头把孩子抱起来 心想 票都买了 不看不瞎了吗 意思我进去 结果这孩子 浑身使劲往外头挣 老头往里头走 孩子往出挣 一把就给那验票的 手里的票根给装飞了 这下完了 人家不依不饶的 最后就没进去 老头还埋怨呢 你这孩子 偷天说看戏 说好了 你这是租的是哪门子腰啊 你别弄回家 我现在我就揍你一顿 把这孩子撅起来 刚要打 这时候只听戏园子之内 鬼哭狼嚎 之后是火光冲天 为了防止逃票啊 所以西园子四周 全拿油毡子给封上 那意思是 这东西你早也早不破 拿刀拉你也拉不开 钻不进去 可是这玩意 他沾火就着往 没过多的功夫 整个西园被大火吞噬 这老头当时就吓瘫过去 心里头想着 刚才我要是把孩子给抱进去了 哎呦 脑门子这汗就下来了 回头问孩子 大孙子呀 你刚才你说你看见啥了 这孩子还哭哭啼啼的 我刚才看见一只大鸟 浑身着着火 从这西园子上都飞过去了 然后我再往屋里头看 这屋里头人 这儿都没脑袋 后来 根据奉天当局的统计 全场一共一千两百多名观众 当场烧死八百多人 逃出来三十二人 其余人等 刑方不明 用现在话讲 就是失踪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其实呢 那就是烧煤了 后来呢 安东当局 还在这个戏院的遗址之上 建了这么一个 罹难者纪念碑 当然了是日本人建的啊 这上头写的是 满洲舞台 罹难者 莫灵碑 落款日期是日本的年号 康德四年 十一月 那么这个纪念碑到今天 也还在丹东 只不过呢 所在之处 已经被居民区所包围 不复往昔 繁华之风采了 感兴趣的朋友 到丹东一打听 叫广巨花园小塔 你一问 全都知道 好了 咱们今晚的故事 就是这样 如果您喜欢这个栏目 欢迎点击订阅按钮 每周五 我都会在这里 与您如实相悦 喜马拉雅搜索 DJ洋派 收听本人更多精彩节目 灵异玄缓 鬼怪论坛 惊悚事件 解密疑团 感谢收听怪谈百物语 我是每周五的当班主播杨派 咱们下周见